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师傅 就是有的时候记忆力很差 这是为什么呢 就是记忆太差了 一会就忘记了 那就是我告诉你有两种情况 一个大脑细胞残存量特别少 也就是说使用过多 对不对啊 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上有灵性 它控制了你的灵性 你的记忆力也会很差 这样子的 还有一种 就是说你的记忆力全部变成另外的一种叫烦恼记忆 烦恼记忆就是说 当你脑细胞产生了一种不平静的状态 已经产生了波纹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永远不得平静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不不不不停的人家说就是产生一种涟漪啊 就是那种不停的这个波波涛汹涌一样 然后刺激着你的啊 脏器脏腹器官 刺激着你的大脑神经器官啊 然后让你的脑细胞产生一种负能量 产生这种自己相冲的脉冲啊 对流的脉冲 那么长期的这样就消耗你的记忆 然后你就变得越来越愚痴 发呆发傻 然后慢慢的说傻话 然后慢慢的记忆力很差 明白了吗 我讲这话你你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好嘞 就特定了 师傅 好师傅我感谢你 然后那个 然后那个 就问他这里吧 然后好感毛病感谢师傅 感毛病啊 再见 再见师傅 再见